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台湾之子也必须在极度辛苦的环境里头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而这次协助无意化反台的天主教博爱基金会 也相当关心这群台八混血儿的现况 在当地有三四名家长就带着小朋友找上了基金会 希望他们能够帮帮忙 而孩子们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够赶快地跟父亲团圆 自从欧金人开始协助处理台八混血儿无意化的案例之后 才发现有不少混血小孩正期待有朝一日 台湾的父亲可以去探望他们 这个小女孩我记得她最后一次在问我的时候 就充满了失望 但是她没有说好像说绝望 不是 那她的妈妈在旁边就好像有一股绝望的那种 就说你不要再找了 你怎么去找得到嘛 你不要去希望 那她的小女孩在我们面前 她就鼓着腮膀子就讲说 她很生气说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找到我 其实那是天性 找到自己的父母 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自己的根 找到自己的家 我觉得那是人的天性 在有水手之港称号的巴西港都渝港市 欧金人还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这些混血儿的母亲 几乎都是劳动阶层 因此对婚血儿的管教和教育 总是力不从心 百分之七八十啦 家境都是不是那么好了 他们能够提供这个小孩子的教育 到一个程度 我是有点怀疑啦 我不是那么好 让那种好像悲惨的循环 那种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通常那样的小孩子出生在以前 到后来大概也不外乎是贩服走足 海盗奴隶 然后南盗女仓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代一代就这样穿 然后让这个穿是重复的一个轮回的情况下去 管教不严 教育程度低 因此在早期 这些富不祥的混血儿长大后 只能继续留在鱼缸里 从事辛苦出众的搬运工作 或是到酒吧打工做服务生 他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几乎不太可能 那些小无异化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 就是最实质帮助他 你能够帮助他就是 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往前走 然后受好的教育 接触过不少像无异化这样的案例之后 大家发现 要帮助他们就必须从教育着手 也就是给鱼吃 不如给掉肝 其实总观而言 在巴西渔港 几乎每个混血儿家庭 都有一段纠缠难解的离合故事 而为数不少的台拔混血儿 要找亲生父亲的案例 如同人间悲剧一再上演 这些悲伤而又沉重的混血儿故事 更印证了当时 海权新盛时期 所演变出的社会产物 文艺化这次回到台湾 一度因为媒体太过聚焦 而引发了批评 不过这个新闻故事里头 因为有太多的情绪跟议题 就像是洋葱一样 每拨开一层 就会触动一些人 留下了复杂的情绪 还有眼泪 文艺化说 十年前他离开的时候 觉得很难过 不过现在感觉非常的幸福 他保证不会忘了这个家 一定会常常回来 而有人就质疑了 当时法官如果有不同的判决 整个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们休息一下